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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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各位好大家好 歡迎來到老郭的頻道 那我們這一集要來講 這個水道上山的問題 那等一下我會發一些 就是很多中國境內 牆內的這個難民 西台灣人 西中華民國人 那為什麼 中國要搞水道上山 其實他是 一種當年對大饑荒的恐懼 就是我們這個偉大的西領島上來以後 他才發現到 台灣 不是台灣 這個中國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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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那 他的這個 耕作面積 因為這一次 所謂的解放後 這個開放後的 拼命蓋大樓 倒掉那麼多 房地產 他才發現 很多房地產其實都是 拿農地來蓋的 也就是各省份各縣市 他都是拿 所謂的 國家公有的土地 就是政府啦 其實地都是政府的 可是他還是有縣管理的 就是縣把所有的農地 徵收來蓋房子 那以前大饑荒之後 大饑荒過去之後 中國有一段時間他是 在聯播網上都會 播報說 有多少的農地 然後每一期收穫有多少 然後慢慢慢慢中國富裕起來 他那個 中糧 就是官方收糧的那個 中糧什麼的 中糧他就 去 造假資料 那缺額的部分 就是用賣的 用錢去買 也就是說 今天的中國 其實大部分的糧食 都是用進口的 進口的 而不是自己生產的 那當然生產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不講一些 有關於天災的問題 天災是勢必面臨的 因為 你去看北非 去看歐洲 人家糧食 生產的方式 也是不斷的與時俱進 我相對中國在這方面 也是有人在這樣說 那這個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在於說 你今天實驗室做 小面積做 財團做 你有辦法擴展到全國嗎 那搞水道上山的動機是什麼 動機就是為了要 把這個農地面積 給恢復 然後他才會去做 你們所看到的一些事情 就是把房子拆掉 把混凝土拆掉 把樹拆掉 其實這個都是因為 當地政府為了要 臭面積 如果你真正有在 從農的人 本身我也是在從農 你就會知道 種水稻的田 不是一般的田 它是要特殊的 土壤的性質 然後再來就是 那個 睡源 我影片當中 後面會放一段 台灣的梯田 你要搞山上梯田 其實是有條件 除了水源之外 還有包含 你的水土保持 包含你的 整個梯田的結構 等等 不是說你 馬上畫一畫 土撥一撥 就可以做的 那會產生很大的問題 現在的 水稻蒼蒼的做法 它不是真的要種刀子 它是要 做出一個樣子 拍了照 然後 交到所謂的 中央去 讓中央說 哎呦面積我們有了 種也種了 然後再來就是要看 所謂的 收穫 那收穫肯定還是假的 因為它到時候一定就是 跟國外買 但是問題 現在問題 是中央知道的啦 就是中國已經沒有那麼多外匯 去跟國外買糧食了 那到時候你這些人 怎麼生出這些米糧 難道去跟越南買嗎 去跟泰國買嗎 那打仗更不用說啦 沒有糧食 你怎麼打仗 因為 西皇帝 一直很想打仗 支持啦 這點我是支持的 不管你是對誰打 對台灣啦 對美國對日本啦 對全世界啦 G7都沒有中國人嘛 那世界上就沒有中國人 所以中國是世界的中心 它一定要用這個槍桿子 讓大家知道中國還存在這個世界上 那為什麼會這麼激進 就是因為 在老一代的中國人的心中 其實都存在著饑荒的陰影 這是這一代的人不知道的啦 這一代的 這兩代啦 應該是說三十歲以下啦 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 都已經忘了饑荒是什麼了 中國曾經打饑荒 而且 人數到目前都還沒有辦法確定 死了非常多的人 然後 甚至人吃人 吃小孩都有 這個東西是 過去的歷史 也是中國到目前 一直要把它消除掉的 可是問題是 你要抹掉這些 紀錄啊 其實國外很多人都去紀錄下來了 你不是那麼容易消滅它 而且老一代的中國人都知道 那一代大概現在 五六十歲七八十歲的 應該現在七八十歲的 都還記得當年大饑荒的樣子 為什麼呢 因為毛澤東建政 毛澤東獨立建國 到現在也不過七十幾年啊 所以現在七十幾歲的 甚至六十幾歲 絕對有經歷過大饑荒那個時代 而且是全國性 那你說那個東北啊 或什麼的 北方沿海沒有遇到 可是其實很多地方都有發生 啊自古以來 自古以來 只要發生饑荒 就會產生戰亂 人民就會起義 可是你看 毛澤東 毛主席時代 他 大饑荒並沒有發生起義 也沒有發生動亂 你就知道有多慘 那 這種恐懼 當然就會讓現在的 共產黨啊 對於這個 糧食要捧在自己碗裡的這個 動機 齁 就很堅決啦 他們馬來要求 可是問題是現在的中國人 誰記得大饑荒啊 你下面那些 那些什麼 那些公務員 好 了不起二三十歲 四五十歲 來 大饑荒 好 就是現在的公務員啊 中國公務員 了不起二三十歲 他是沒有經過大饑荒的時代 那我講到有些人說是 死了幾千萬人 死了幾千萬人 那時候當然中央是不可能缺米缺糧的 那現在偉大的西皇帝當然是 要改善這個情況 他就是希望說 以後中國不要再花那麼多錢去跟 巴西啊 智利啊 南美洲啊 買那麼多的米啊 買那麼多的五穀雜糧 他認為 中國是絕對可以 可以養得起中國人的 把 飯碗 裡面的飯 放在自己的手裡 這個是 很好的概念 而且他也很有魄力 把一些 地方的樹啊 山啊 山上的樹都砍了 挖了 那我剛剛前面有講 那水土保持是很重要的 你要搞梯田 水土保持是很重要的 就兩個 兩個因素 一個就是水土保持 一個跟水源 那如果說你今天有從農的人 就知道嘛 你的農地 是不可以蓋在 水會經過的地方 有水源 跟水會經過 跟水路 這是兩碼子事啊 就像說你怎麼可能 把你的水田 把你的田 你要蓋的田 蓋成是 水 會走的地方 水路會經過的地方 這都不對的 其實在台灣的話 有很多水稻田 很多香蕉田 它都是 會蓋在 特殊的地方 它是要賺補助 那今天你中國要演戲 搞那麼多面積 那你中央的人 看著這些數據 看著這些照片 你不覺得奇怪嗎 所以就是說 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專業來治國 那 會產生很大的問題 那你 小面積的種植 你要把它複製到大面積 那你要看你的條件 你水到上山 那你的機械化 你怎麼做 當然可以啦 小面積的機械化其實還是可以 有配套 有時間 甚至你要搞梯田 其實它也可以 但是不是這樣搞吧 老是想要速成 中國就是這樣 覺得有錢 想要速成 可是你花了大錢 其實你達到的目的就更小 沒有達到你要的目的 不過中國人不能這樣搞 可以 中國人可以經得起這樣搞 為什麼 中國就是人多啦 所以它搞假數據啊 搞人力啊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 黨就這樣做嘛 很棒 那 後面的話 你所造成的自然災害 其實你在搞水到上山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跟你講 那這個水路保持的問題很大 再加上中國你看現在 那個沙塵堡的問題 那個樹啊 要多久 多少年 才種得起來 那你草地直批 那個到花多少年 一口氣就把它全殘掉了 這些光造成的土屍流 再造成沙塵堡 這會有非常非常大的傷害 甚至可能會死人 也許飢荒就會再出現 很奇怪 為了要避免飢荒 結果自己去造就加速飢荒 產生的可能 這就是 一個政府 的治理啊 這個叫治理 小學生治國嘛 沒辦法 但是你說 一個人就造成了 不是 因為小學生治國 它還是用小學生來治理 你一個人不可能治理全中國 但是你用的都是小學生 為什麼呢 因為 下面的都認為 小學生的想法 才是標準 沒有人敢反抗小學生 這是 中國的文化 你不可以有自己的思想 不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你不可以比 主席更聰明 當然 你所做的事情 就是要跟小學生一樣 那 後面的問題就會很多 那我們看一下台灣 台灣 水道 不只是種植的面積 或者是 技術 其實都很成熟 當然 台灣目前 還是依靠很大的比例的 進口的糧食 這也是一個大問題 因為我們 民主國家嘛 你不能說 把民間的土地 要怎麼改就怎麼改 要怎麼搞就怎麼搞 除了面積也不可能要 別人強迫別人種 也不可能說去 徵收人家的土地 來種稻子 這是不可以的 因為台灣是土地石油化 所以這個就跟中國差很多 當然台灣糧食進口 這個問題也是很大的問題 不過台灣目前 有很多農戶在努力 國家 也有在努力 維持住 一定的生產的能力 面積 台灣的 水道品質也很好 那如果說你要把水道 變成路道 其實中國這樣做是可以的 沒有錯 可以的 但是 不是這樣做 道理是可以 可是不是像他這樣做 漢道的 眼鏡的品種跟過程 不是你拿水道來擦就可以的 不是這樣子 就算你要把水道循化 也不是這樣子做 其實之前 中國就有傳出 他們在沿海 有 在搞所謂的 海埔新生地中島 就是 吃海水的島 好 後來呢 有沒有消息 也沒有消息 但是他的說法是不是對的 是對的 有 有可能 是有可能的 叫做耐嚴鹼的稻 可是 你覺得耐嚴鹼的稻 會好吃嗎 能夠種跟能夠產 跟好不好吃 這是三個不同的區塊 所以 沒有種過田的人 就 去思考一下 你要怎麼做 那你說中國有基改的技術 那為什麼中國不基改呢 你怎麼知道他沒有在基改 也許水道上山的稻苗 就是基改道 對不對 你也沒有去思考說 中國的水道的稻苗 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你看他這次搞水道上山 那些苗 獲利最大的就是苗長 呵呵呵 你以為苗不用錢嗎 苗當然也有錢 對啊 好 那我們就到這裡啦 就水道上山啦 很受人民歡迎 那 歡迎大家訂閱按讚分享 有機會我們再來聊 水道 其實 網路上很多啦 他的起源就是大計畫 就是中國怕大計畫再來 可是我看應該是不遠的啦 我大概 一兩年前的影片就有收了 對 就是 這個 目前這樣下去的話 應該中國計畫會再來 好 下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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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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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